哎呀 你看就像粘在上面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等我还完钱之后 我把一百个火槽吃不了 我也得看 我感觉我妈妈 还是有点老了那种的感觉 最无奈的 就是还没怎么抱过女儿呢 她就已经长大 不再让我抱 我也抱不动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所推出的幸福账单 本节目由欧盟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我是新宝 我是月宝 我是宫宝 我们是 幸福三宝 来吧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抱账人 好嗓子啊 欢迎你 请自个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彩丹桌嘛 萌英名字叫查韩西里 我来自秦海省海西州 蒙古藏族自治州 哇 这咱家乡特产吧 对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柴达木的酸奶 还有白瓷菇 还有我们的奶酪 白瓷菇是什么 柴达木盆底上长的 野生果 野生果子 尝尝这果子什么味道 味道很特别 一点点苦 这是什么 奶酪吗 对 奶酪 牦牛酸奶做的奶酪 尝尝 我们家乡 还有好多特产的 咱们那是物产丰富 对吧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家乡的照片 牛羊成群啊 你看雪山 这是昆仑山 没死了 对 有些那个山谷里都是泉水 天然的矿泉水 风吹草地 泄牛羊 泄牛羊 这是你 大家在放牧吗 这是你最真实的样子 是吧 对 我冬天的时候找的 那是不是你打小 就和这些羊生活在一起 因为天天你需要去放它们 跟它们生活 有交流吗 跟它们 你学几种 你们家的那个 羊的这种 不同的羊怎么叫 绵羊 绵羊 绵羊怎么叫 妈 妈 绵羊怎么叫 还有别的吗 然后小羊羔 妈 妈 叫妈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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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来是有心愿的是吗 我最少就是草原上 有给草原唱歌 然后2010年的时候 我就是 离开了昆仑山 离开了家乡 一直在外面打工 唱歌 然后就 很多年没有回家 所以你想回家是吗 我现在也快回来了 好了好了 想回家咱就回去看看 看看去 去年的时候我就给妈 买了一个手机 在今年的3月6号的时候 我生日的那一天给我打电话 打了视频过来 我感觉我妈妈 还是有点老了 那种的感觉 我真的很感谢这个 幸福长大的舞台 因为我是唱歌是一个 从小的一个梦想 我们要谢谢你 好声音就是好声音 这是你与自然沟通 是家乡的山山水水 你的父母赋予你的天赋 希望不要辜负了 我真的希望你有更好 更大的平台 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 我也是这么想 我想把大自然的这种声音 分享给更多的人来快乐 你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一千九百元的 给妈妈已经买的手机 啊 报销那个手机 来吧 调整一下情绪 赶快 把你的声音唱给我们听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这里 郑琐 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只想告诉他 只是我没错下 没得说180秒的挑战时间 请加油 加油了 来吧 再次告诉我 你的账单金额是 1900元的 给妈妈妈妈收集的 手机1900 君乐宝奶粉 未进入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 由欧盟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提供的 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会获得由君乐宝奶粉 提供的幸福大笔包 那加油了 加油了 来吧 加油了 听我们的考虑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卓马 这来自于昆仑山脚下 咱们是换过木的 但是起码可以 闯关看怎么样 有点高 但是我们这高度 没有昆仑山高 别害怕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来 抓住铁链 对 手脚并用 对 抓住前面那个铁链 还有一步 换 第一关 抓紧时间 还有十秒钟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了 卓马 非常遗憾地宣布 彩蛋卓马的账单取消了 好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拿出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彩蛋卓马的 一千九百元的账单金额 这部账单 欢迎下一次包张人 一千九百元的账单 五百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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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认识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谷儿 我今年十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苏州 今天谁陪你来的 我爸爸妈妈都来了 妈妈爸爸都来了 请上来吧 来 有请爸爸妈妈 二位好 欢迎二位 爸爸妈妈一看这就是 军人 我们是转业军人 转业军人 现在转业在苏州 来吧 自报家门 我是谷儿的爸爸陈鹏 嗨 大家好 我是谷儿的妈妈李玄 我们现在定居在苏州 两位在部队里 工作了多长时间 我当了十八年兵 我当了十二年兵 我来2004年的时候入伍的 当时她是我的班长 女队怎么会有男班长 以前我是一名炮兵 是在新入伍 地方大学生军官军训的时候 认识了李玄 真的 那会儿就发现 她这个女生很特别 然后在心灵训练的时候 她对我其实挺严厉的 跟其他战友一样 但是会特殊对我好一点 怎么 特殊好了 就是每天她会给我送一个鸡蛋 送一个苹果 而且她一送就是送三个月 每天都送 每天都送 是的 因为当时我们 心灵训练特别辛苦 每天特别饿 而且饿得特别快 然后那个时候 她的一个鸡蛋 一个苹果 简直就是太美味了 人间美味 太美味了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送着送着 就有好感 任务结束后 我就回到了住地苏州 你们俩不是一个地儿 当时我在江处的苏州 她是在浙江的金华 金华 孩子呢 孩子在老家的徐州 我父母在帮着带着 我们16年转业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团聚了 那你们怎么坚持下来 对啊 这挺难的 当时分开之后 回到各自的部队 基本上就是电话 就是我们唯一 沟通感情的一个方式 而且还不准用手机 我们那个时候 所以说每天晚上 我们约好了 八点钟 在电话旁 等着她电话的时候 是我一天最幸福 最期待的时刻 快乐 是的 我们俩的部队 其实离得特别远 当然没有高铁 要坐十个小时的火车 然后下了火车 还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还要坐摩托车 那个因为她的 那个部队在山里头 要山路十八万 要绕进去 所以我特别珍惜 和她在一起的 每一分每一秒 但是往往越是珍惜 时间过得越快 对 其实我觉得 二人世界的时候还好 你农我农 然后还能够相会 那一刻是甜蜜的 供你回味一整年 宝贝出来了之后 对于妈妈来说 我朝思夜想 你就是不能把她抱在怀里 就是没有这个触感 是的 我09年生了她以后 我就是依然不能 陪伴她的所有 我最心痛的就是 我每次回家 我难得回家一次 我想抱抱她 想待待她 她不跟我 每次那个 确确的那种陌生的眼神 看着我 就怎么也不让我靠近 有陌生感 对 因为作为一个妈妈 就是特别想抱抱孩子 晚上带她睡睡觉 搂搂她 不让 不让 我只有让我妈 就把她哄睡了之后 我就是偷偷地爬上床 把她抱在怀里 其实孩子的这种疏远 是她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你的爱 是的 我现在看着她 也觉得 就是特别亏欠她 但现在一家人 不在一块了吗 在一起了 现在在一起了 在一块了就好 对对对 而且你们在说 哎呀伯伯 没事一家人在一块 是个细妆 现在没事了 伯伯 细妆很难化的 装装已经花了 一会儿表演的 好孩子 那个 你告诉我 你能理解他们吗 我开始不理解 因为我从小都是 外公外婆爸爸带大的 我非常羡慕别的小朋友 有爸爸妈妈带他们去游乐园 听听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 又很生气 心想 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爱我 有一次 我爷爷奶奶 带我去部队里看爸爸 我还以为 爸爸这下 肯定会有大把的时间 来陪我了 没想到 一大早上 爸爸就去训练场训练了 一直到训练的晚上 才能回来 你看看 然后有时候到夜里 他还去看看 少兵们的重要部 安不安全 指导员没辙啊 都是他肩上的责任 爸爸这个小宝宝是啥 是记录了以前 一些心里的感受 就是日记 他写了好多日记啊 你有听过吗 我听过 有很多第一次 有很多第一次 比如我第一次笑 第一次走路 第一次说话 他把感受写了这小 爸爸能不能给我们读读 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哇 好厚 我以为就很少握 来 我不知道 孩子身高多少 学费多少 喜欢什么 害怕什么 但直到晚上 三百米外一个身影 听走廊里一阵脱鞋声 就能判断出这名战士 他是谁 我在部队里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闺女来迎去看我 最尴尬的 就是一回到家 他就会问我 爸爸 你什么时候走啊 能不能不走了 最开心的 就是女儿 唱了一首爸爸的雪花 给我听 而最无奈的 就是还没怎么抱过女儿呢 她就已经长大 不再让我抱 我也抱不动 最后这一句话 这一话 尤其最后那句话 还没有怎么抱过她 她就长大 但现在好了 她现在跟我特别亲了 是吧 对对对 特别亲了 是不是 是 告诉我你们的账单是啥 我们的账单就是 我们俩一直没有度过蜜月 想补一次蜜月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舞台 留给孩子 留给一家人 来 六十秒 倒进去准备 三 二 一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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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秒之后 有十秒之后 恢复 鸟 衣衫红 若鸟盖的鸟 忘记了 鸟伤开鸟 衫红 鸟伤开鸟 鸟一身 160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签一下账单金额 来告诉我 4500元 4500元的 补个蜜月 补个蜜月 加油 加油了 进入挑战区了 看您的喇喇 3 2 一 挑战开始 这一下就不一样 这个说句实话 平时在部队训练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到 节奏很棒第二关 好的 是的 好 接下来 漂亮 来吧 第三关 潜住 好 平衡把握得很好 蹲的那一下很漂亮 那时机掌握堪称完美 接下来看到出口 来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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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第四关 下游了 看这一下 这腿 这有点舞蹈里边那个就是 无缝衔接下岔的意思 来 好的 时间很聪明慢慢来 没关系 非常俯身极低的状态 过铁丝网 好 这些所有的训练的这个科目啊 我们看到了 活灵活剑的真实的展建在我们面前 来最后这一点 好 能起来吗 能起来吗 好 这样漂亮 按下缺带去 来吧 球员币的账单是什么 带家宿小孩一起去旅游 旅游多少钱 四千五万元 好 高兴地告诉你 以为你成功地闯关四千五万元 我们给你走啦 来吧 一个人喊到节目口号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好 幸福账单 temps 换一下一次爆炸烟 小檐 是 misinformation 我写得到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夜猫调酒组合 我叫书孝明 来自湖南棋手 是一名调酒师 我叫任刚成 来自山东林仪 也是一名调酒师 你们做了多久了 我是做了十一年 十一年 我做了十三年 十一年 十三年 老师傅了 资深的调酒师 资深的 但是你们的工作状态 就是这样的吗 对 要不然我们 教三位主持人 来一点简单的一些 真的 试一下 好啊 力道手背上 力道手背上 拿着 先打着脚啊 有点意思 我的天 差点 差点 就是前菜的 好 成功了 我们简单一点 我们这个往后抛 后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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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越来越难了 这样 对 这样 好 这样 你从我后面看一下 好 这样子 然后往后一扔手就结束了 好 这样子 找一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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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那个 我那个男的 这就那个男的 这个我们单手的两平 然后多了一个三平基本功 简单 就是起手稍微 手腕用点力 然后就是两圈 然后稍微的起一起 然后两圈 怎么抛起来之后怎么收 我待会再来 好多圈 可以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练习 砸坏了多少瓶子 因为我们刚开始 练的那一会儿呢 这种练习瓶还没有出来 基本上都是用了啤酒瓶 那时候碎瓶子的时候 也是受过比较严重的伤 也是这个眼睛 眼睛这一块 就你这样的疤吗 对对对 然后因为抛抛瓶子 撞起来以后 流了很多血 也是做了好几个小时的手术 眼睛呢 里面现在就是还有影响 就是看东西 还有点宠物 哎呀 这看你这个疤也觉得 哪行都不容易 对 当初学这个也就是 可能说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父母亲嘛 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是我们希望 早点进入社会 分担一下 然后学一个手艺 分担一下家里的负担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们的账单是 六千块钱的一个调酒用具 好 加油了 好 来 六十秒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他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这两个小伙子 这个手上功夫了得 不知道这个手脚并用之后 能呈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不错 不错 真不错 这两下可以 相当可以 是的 第二关 头 没办法 遗憾地说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六千元账单拿到你的手机 参与我们摇摇活动棚 就属于电视机型的名字 还有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欧盟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来吧 有请下一位棒账人 谢谢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行政 来自山西 现在是在山东东营一家 饭店里边当一个经理 也是之前干过果盘雕刻师 了不起了 现在餐厅经理 都对唱功要求这么高吗 不不不不 他是一个特例 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 我和我爷爷就是 经常去看戏 我爷爷是老戏迷 我是小戏迷 就这样与这个戏曲 结上了缘分 后来喜欢戏喜欢 都不想上学了 最后和爸爸妈妈闹 爸爸妈妈不让唱戏 因为她觉得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觉得唱戏太苦了 对 不稳定 不稳定 就不让唱 后来我就和我爸爸妈妈闹 我说如果不让我唱戏 我就跳房 后来没办法把我送到了艺术学校 后来送去了也是不大幸运 完了上了半年 这个学校就给打了 不办了 就黄了 不办了后来我就去剧团跑龙套 跑龙套跑了两年多 也是自学 后来我就说不行我得去唱戏 我说就找团了 我说第三年你让我唱吧 团长说那这么着吧 给你就是那个人少的地方你试一试 后来就直到有了一次机会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大爷过寿 就去了 从那唱完一炮就红了 在我们那边就唱一下 你给我们展示一个那个 就是基本功好不好 我展示一个这个 就是极策跑程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边也得需要钱 我没办法 从山西就到了山东 就开始打工 那我很难忘的一次就是 火烧 与火烧结缘 吃那个火烧 对 第二个月的时候 就剩五块钱了 说早上很饿 完了就去火烧铺 问那个火烧多少钱 一块五一个 肉的是两块 但肯定吃不饱 两三个肯定吃不饱 后来拿的钱就出来了 看着那钱蹲在马路牙子上 就哭了 以前从来没这样 以前在剧团里边 那不可能说是 连饭 吃个绝啊 对 连个饭都吃不饱 当时我就立下志愿 我就说 等我还完钱之后 我必须一定 要买一百个火烧 吃不了 我也得看 这个就是很朴素的 这种这种想法 报复那些苦难的日子 现在差不多了吧 现在都还完了 对 都还完了 相信外债还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就是 也希望你多多展现 在舞台上 谢谢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 看我妈电动车很破烂 我就那个 买个新的 对 买个新的 五千块钱的 好 来吧 来吧 好好给大家展现 好吧 好 六十秒到极时准备 三 二 藏 connection 好 прос好 人生花号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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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re you ar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确认一下张单薪额多少钱 五千块钱 我妈的电动车 五千块钱给咱妈买的电动车 加油啦 来吧 加油啦 来 邀请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停队 咱们是练过气曲的 有功底 果然不错 对 就是这样 还有最后一个 真是练过的不一样 第二端了 速度非常的快 要小心了 头上脚下都注意到第三关来了 小心 小心 小心头上 小心 小心 好的 没有问题了 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那就恭喜赢队的账单确认啦 第一次喊出节目头好不好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好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组报道人 好 好 对 来 永远 欢迎你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欢迎你 你好 我叫徐潘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也是一名杂技演员 您也是退伍兵 我是原武警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 刚才开场跟我们表演了一个这个 这对你来说只是热身 热身不够 咱们再热一下好不好 好 就是顶技能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找不到平衡 但其实作为顶技演员 你任何一样东西 都要快速地找到它的定位点 你看就像粘在上面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可就难了 因为它重 而且你顶 这个没有平衡 顶那个八扇 对 我顶你 谢谢 你真是好棒啊 你专门就练这个顶吗 顶技吗 不是 我是六岁开始练体操 七岁考到上海马戏学校 成为一名杂技演员 我原先练的都是一些非常猛的就是翻跟斗 我是专门翻跟斗翻空翻和倒立还有那个柔术的 但是因为这些特别有伤害就受了伤 好像胳膊呀这些都伤 天啊 胳膊也 不理探症 对啊 我认为你这断了几回你这儿 你这断了四次 我有一次自己训练的时候断了 老师不知道 但是我因为怕老师怕老师骂我 没敢说 对 没敢说 因为我那时候小就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包括我也是当时那个技巧的主力 我们在国外演出呢 如果我突然撤了去医院 可能这台节目都没办法演 所以我就自己把胳膊接回来 当时就拧过去了 我就接回来 完了之后还剩十天回国嘛 我就继续演 后来回去之后才去打的钢钉什么的 一直在坚持 然后还有一次正好在那个 世博会演出的时候 一下子就不能动了 后来战友给我抬下去 然后到了医院 医生就说我这个膝盖非常严重 就说不能从事杂技行业 也甚至连走路都不能走 他要我必须手术 但是军人嘛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种 使命 情怀在那儿 而且我也不想放下 我从小学习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找到我师傅 我就跟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不能翻了 我怎么办呀 我也不想放弃 那我师傅他就说 你哪都伤了 你鼻子没事吧 我说鼻子没事 然后我就练了顶级 而且他说我后面因为个子也慢慢长高了 都不太像杂技演员 于是我就练了这个 那今天姑娘一定会有精彩的表演带给大家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因为弟弟远在海南 很久没见他了 我想带爸妈一起去海南 所以希望我可以报销我和爸妈的 去海南来回的机票 好 那把舞台交给你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掌声响起来 我心能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能明白 个人教会你我的爱 这话都哄哑啊 哑的 因为今天时间只有一分钟比较短 平时都十到十五分钟 还有长 压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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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会紫吗 会 你知道没有做一个架拖之类的 羊毛鼻子 这就是它的架拖 但是 因为这里会有点 以前就经常磨破嘛 所以我就贴了一个橡皮膏 就稍微好一点点 这个不能是软的 它必须是硬的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请好好心疼自己 谢谢 再去远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七千五百九十九元 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海南的机票 君乐宝奶粉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欧盟双认证 全国销链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也会获得 由君乐宝奶粉提供的幸福大利包 加油了 来吧 谢谢 你要加油好不好 注意安全 好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我们知道她之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所以她的身体开发能力 其实已经到了极致了 但是因为常年的伤病呢 是让她 没有办法做很多这种 过度身躯的动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她的平衡能力非常强 那这种平衡能力 能不能帮助到她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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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可以的 第二关 好的 好的 第三关 哎呀 没办法 账单只能一焊取消了 各位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我七千五百九十九元的账单 拿着您的手机抢 我们摇摇后盾 可能就属于电影之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站 还是要是 赶紧一起摇下车 这种账单 账单 这种账单 需要账单 全部的账单 这是 这种账单 人 湖北实验 我叫邹玉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你这头发真够长 我的天 转过来给我们看一眼 这个头发有多长 自己有量过吧 我的头发量过 两米六 我的天 你留了多长时间呢 我留了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不剪头发 二十年没有剪过 你被人一定问过恩赐 你保养头发的 秘诀 对 方法是什么 其实头发保养 我平时就是多吃坚果 睡觉休息 按时休息 这是最好的方法 表演 表演 那你洗字头怎么着 全干了加一块 也得三四个小时吧 干透的话 两个多小时左右 不要三个小时 我看天哪 你为什么要留长头发 因为我的老公 他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 是一个娃娃头 他也就是看到我头发 又厚又多嘛 他说你能不能把头发 留起来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长发呀 他说中国媳妇 把头发盘起来 是一种果翠 所以我就听到他这句话 我就把头发留起来了 之前有时候洗头发 所以我打不开 我老公赶紧过来 给我理一下头发吧 然后呢 最近这么多年了 他的身体状况不好 生我孩子之前 在那一年 他患了重型的心脏病 医生说周园 你把你的亲朋好友都喊来 看看你了 哀然 就是见最后一面 见最后一面 然后我说不可能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姑娘 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我说他怎么撇下我 你儿子啥都走了 都不在了 然后奇迹地出现 医生告诉我 周园 你老公心脏又跳了 他又回来了 都停了 然后又跳起来了 是吗 他停了多次 当时醒了之后 我告诉他的时候 他不信 他不相信 他说不可能 然后我说是真的 然后醒过来之后 我从我们湖北实验的医院 把我老公连夜 送到湖北武汉医院 去治疗 慢慢地这么多年 坚持过来了 这也多亏你不离不弃 是的 因为我从小 是跟我父亲和姐姐 一起生活 小的时候 母亲是因为 奶奶那个时候 对他不好 离开了我和父亲 然后 那个时候 农村的条件很差 父亲又有 严重性的 气管炎的病 我奶奶那个时候 养了一头白木猪 我是吃到猪乳长大的 所以 真的 我有今天 我也很幸福 因为我老公 对我有恩 我是一个山里 走出来的姑娘 在我二十八岁 我才 遇到我现在的老公 他对我不离不弃 他说过 要照顾我一辈子 老公现在病情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 还在医院 对 所以这次不能陪着他一起来 他现在不管是心脏老 现在他的老腿都不好 那我们能帮上点什么忙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给我爱人治病 好的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您 谢谢 加油了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四十秒倒计时准备 音乐 我要去哪里 夕阳有诗情 黄黄有花意 诗情花意 虽然美丽 我心中只有你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 谢谢 这下账单金额是多少费用 账单金额是一万 一万元给爱人制定的费用 爱人制定的 加油 加油了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我才看见 你的头发弹起来了是吧 加油 好 身体优过去 对手够得到最行 没错 够到他 对 没错 最后一个了 表现不错 最后一步 对 他很聪明 好的 头上脚下都要注意 不要顾死失笔 对 成功了 来吧 还有两关 第三关 非常遗憾地宣布 邹玉的账单取消了 好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周遇的 一万元的账单金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也想报销 你手上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等着为您买单 今天是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 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 央视综艺官方微博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 心心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下期再见 宿管就是那栋楼里的 最高领导人 回去晚了真不开门 到了宗宇一看 天哪 焕然一新 遇到比较厉害的高手 他就想跟人家较量一下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